在拍摄的期间,我们都是比较四点或者四点多就先开始工作 拍完过后都是大概三四点,三四点过后就要坐车 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周,到了那边大概是半夜了 最夸张的就是一天只睡了一个小时 每一天都走每一个周,大家都会很累 但是感觉上还是很开心 开心是很重要的,然后开心是可以 一宝三宝洞其实是蛮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必须要在一宝三宝洞的那个牌匾 大概应该有两三厨头高的那个,要把那个壶给挂上去 所以最近我感动的还是那个玉珍华侨吧 他们是不但触动完55个学生,帮忙我们完成那个彩色 而且他整间学校都帮我们的朋友,知道仔细扬扬 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有没有想到他们把手跟着也不知道这样一个 尤其是帮起手的那一刻,我觉得有很多梦想的东西 就是靠我们让大家一起实现啊 我觉得,舞蹈那个画面我看到我有点感动啊 在冰城那一场下雨的时候,就每个人帮我我帮你 然后就有些带小孩子的就拖着小孩子一起走这个画面 然后可以感觉到每个人是互相帮忙,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尽管的那一场,别下雨啊,而又很冷 我觉得真的是跑到处跑啊,然后工作要快 去保那些器材贵贵女士们,然后小孩子一二去折 在那一场旅行的旅行,当它开始的雨 然后所有的颜色的颜色都开始了 然后它是一个美丽的景色 然后从那里,我可以看到 有更多美丽的东西 就像《552 Over Blues》 甚至是《552 Over Blues》 甚至是《Alo Star》 在《Toll Tower》 那是一个美丽的景色 所以每个地方都非常美丽 也就是《金马轮》啊,《Bing城》啊,《沙拉岳》啊 《沙拉岳》啊 就像他们下雨 他们还是继续跳 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们旅行的最后 是10小时从沙拉岸的《沙拉岸》